最近国内有一些弟子 现在他们跟着一个出家师傅学 但是听说没有人见着这位师傅 都是这个传说中的出家师傅的弟子 在带领大家学 这个出家师傅自称是佛陀转世 只要拜他为师 就可以把自己的业障和能力收走 并且拜他为师的弟子 在你共同的国财上面要留他的想听 最让人震惊的是西方方圣里面 阿弥陀佛居然换成了这位出家师傅的教授 他们声称拿着这个师傅的弟子证 就可以不用那么多地方 也不用那小房子 这个师傅就可以把这个业障 以及信心收走 不放上去 然后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有吧 可能吗 不可能的 师傅今天跟你们 我曾经教育教育教导你们到今天 自己业障自己销 对不对啊 你说哪有一个人 你就是菩萨都不懂因果的 你说你只要把他的照片供在佛台上 这个人说就把你能够销掉业 这不是邪教啊 听不懂啊 这个不就是邪说啊 下稿的 师傅 他们当中跟他学的一些弟子 以前都是 带过诗的 就是在我们心理法学过的 带过诗 当时都是发过大院的 那么他们现在这些人 跟他修的话 他们贴上的莲花还在吗 你说呢 带了 邪人说法 正法也邪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啊 那么 师傅 这些就是 转过去这些弟子 那么 他们以前许下的大院 现在他们打了妄语 然后违愿了 会有什么果报啊 你说呢 你说呢 你们怎么这么没智慧的了 连这个都不懂啊 你讲给我听啊 师傅 我看你也 我看你也差不多了 一片脑子都没有 虞翅的一塌糊涂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不开智慧 这个人 活在什么道 你应该知道 对不对啊 一个人有智慧 活在什么道 不开智慧 活在什么道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在人道里面 吃很多苦 因为他没有智慧啊 对不对啊 嗯 对的 好了 不明白了 我来说 那你不要也要 我来说 我来说 你看你 我来说 在这边 这边 我来说